因為資料量太多了 第一個你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搜尋 你可以在關鍵字上面搜尋股市 應該會跳到 第一個應該是雅虎的股市 因為很多人就在這個地方看 比如說我點一個 當日行情 當日行情裡面你隨便找一個類股 比如說我找塑膠的 塑膠類股 這個資料現在在網路上面 如果說你今天要把它放到 Excel裡面 那放進來之後呢 比如說像這邊有 有顏色對不對有綠色有紅色 等等的 那我如果說今天要把它會進來之後 資料可能沒有顏色 我要再把它自動再加上去 就變成我要去判斷 那第一個問題來了 很多人問一個問題 首先我要怎麼匯入到 這個工作表裡面 那匯入方法當然第一個 請你插入工作表 插入工作表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可以用什麼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在 資料裡面 有一個 有一個叫 重web 重web這個功能 其實蠻多人用的 就是說你如果要從網頁上面 抓一個表格下來的話 重web是最快的 重web 再來的話呢 接下來重web點下去之後 它就會跳一個瀏覽器出來了 這個瀏覽器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可以給它一個網址 那比如說塑膠對不對 找到上面不是一個網址 請你把這個網址複製下來 再貼到Excel裡面的這個網址 請你把它貼上去 再按一個到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把它放大一點 有沒有 這邊是不是會有 表格出來了 那特別注意喔 它會有一個箭頭 它順便嗎 在您要選取的表格 旁邊按下 其實我覺得旁邊不對 按下左上角 你的表格的左上角